现代人有很多忧虑、恐惧、心灵的重担 特别在疫情当中生活了好几年 体会到人生的脆弱和种种的不确定 心中往往被无形的惧怕所笼罩 要知道神很爱我们每一个 在神的爱里面 我们不需要惧怕人生各样的考验和未知 也不需要惧怕罪恶的枷锁 不需要惧怕明天 神的福音为人带来真正的盼望和平安 但愿我们都把握机会 更多向我们身边的人分享 好的 谢谢大家